洗澡應該是一個很完整的過程 可是身上有一些部分 你可能沒有洗得夠乾淨 你知道是哪補個部分嗎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啟度 所以這美國一個醫生 一個女醫生 她跟大家介紹說 有5 parts 5 body parts 她說 I'm a doctor and you aren't washing 5 body parts right so guys it gets gross 大家很噁心 你要把這五個地方洗乾淨 這片其實有一點點 它是一個TikTok的一個post 有點clickbaity我坦白說 clickbaity就是引誘你來點閱它 我看完之後發現還OK啦 值得介紹 好那我們就看看是什麼5個地方吧 第一句我後第一段我覺得就很有趣 我們先把他念一次 A doctor is getting down and dirty with TikTok followers over their lack of hygiene It's naval warfare 好 蠻有一些巧思的這一段 所以這個醫生幹嘛呢 getting down and dirty 這個片語我們前一陣子講過 那我只是想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點 所以let's try it 所以這個醫生啊 他要跟他的TikTok的那些跟隨者呢 他要跟他們down and dirty在一起 什麼意思 down是往下 dirty是髒 所以又下又髒 什麼鬼啊 好 down and dirty大概有這樣的意思 如果說你是在講一個比賽 那你跟你的對手之間 I'm gonna get down and dirty with you 你大概就是說 就是說我跟你之間很競爭 甚至呢 我們有點不講原則 OK 什麼叫不講原則 我un-dirty是髒沒有錯 所以大概就是我即便用一些骯髒手段 我也要贏了你 所以I'm gonna get down and dirty with you 有這麼implied的一個意思在 un-principled principled是原則 un-principled 不原則 你說這個是不是乾脆可以翻譯成不講無德 我覺得有那麼一點重疊性 但我大概不會把它當作是相對應的翻譯就是了 so get down and dirty 不過另外強調就是他不是動詞 所以前面往往會有一個get 當成他的動詞 所以你看這邊的確也是有 a doctor is getting down and dirty with somebody 所以這個是get down and dirty with somebody 所以這個片語如果要完整一點的話 get down and dirty with get加一個售詞這樣子 好然後另外一個則是 earthy direct and explicit 那我覺得重點在於就是直接以及explicit explicit就很明確的這樣子 所以我記得我上次在講這個片語的時候 我是講到有一本書 我買過一本書 因為那時候我在學photoshop 那那本書就很有趣 我看到書名我就很想買了 那書名就叫做down and dirty photoshop tricks 嘿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他教你一些photoshop的技巧 而這些技巧是down and dirty的 怎麼翻譯 我非常直接非常明確的教你這些該怎麼用 OK所以這個就沒有competitive在這裡 你要講也可以說實在的 因為他這本書就是想要讓你成為一個 很有競爭力的會用photoshop的人 而且我不見得教你一些老老實實的用法 我可能教你最快就可以怎麼樣把你的臉放小 變小縮小 怎麼樣可以把你的內內做大或之類的 所以然後你就可能不用學一些非常 可能photoshop有一些過程事實上是可以 我自己會用 你如果會用的話你要懂我意思 就是他有一些short cut或什麼這些的 用很快的方式可以達成一個修圖的目標 那可能就不走那一種圓 比較不能講說學術 因為photoshop沒什麼學術性的 就比較不傳統的一些路線這樣子 好了講到這也可以了 我覺得這一點有點elaborate太過頭 but anyway 所以這個doctor getting down and dirty with他的tiktok followers 大家懂了 那為了什麼事呢 為了他們缺乏hygiene hygiene就是衛生 缺乏衛生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naval warfare naval是什麼 naval這個字如果只用唸的 他可能有兩個不同寫出來的字 發音都是naval 非常的相近 那一個叫肚臍 一個叫海軍 所以海軍是navy 你大概知道 那形容詞的話就是naval ok navy naval 形容詞 名詞這樣子 那肚臍naval 像我們講說肚臍穿一個肚環 naval piercing 可以 還有像有一種橘子叫做 肚臍橘 肚臍橘子 那台灣其實也買的到 那是進口的 那他就是 他在那個 反正那種橘子的屁股那邊 特別像是人的一顆 肚臍 他的結構上 吃過的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或者你如果都不買水果 你可能就沒看過 那你的媽媽 爸爸會不會買給你吃 我就不知道 但總之那種橘子 橘子就叫做naval orange 我之前在多很多 這是我 這是最 廣泛買得到的一種橘子了 所以我 吃的非常的習慣 說實在 那台灣還是買得到 所以不錯這樣 那個就叫做naval orange 從小吃到大 那肚臍另外一個字叫做 belly button 我先看了一下 所以belly其實也就讀肚子 所以有一種我叫肚皮就叫做belly dance 那沒問題 belly belly 不是billy billy是男子民這樣子 button是扭扣或者是按鈕 那有人肚臍如果是突出來的話 可能就像是個按鈕一樣 所以我們統稱肚臍就是belly button 那沒問題 Alright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naval warfare 所以其實這五個裡面有一個 就是肚臍洗不乾淨 那這邊的naval warfare跟海軍的戰役 就正好是同樣發音的就是了 所以他的naval特別加一個quotation 他要講的其實是肚臍 肚臍上的戰爭 但是他的發音上跟海戰是一樣的就是了 好了 那這樣就知道了 好 解釋好囉嗦 but anyway 來 再往下看 我們就直接來看那個 就一個一個部分 所以肚臍你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先讀給你聽 That's right A lot of guys don't wash their belly button at all 很多人完全不洗肚臍的 我就從來沒洗過肚臍 我坦白說 呵呵呵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 She declares in this now viral clip already has over one million views mere days after being posted 所以他幾天就已經超過了百萬的點閱 這倒不是重點 所以不行肚臍 其實我們亞洲人或者華人的習慣 你知道肚臍是一個 他其實是從腸子能夠通到外界世界的一個 外界世界的一個通道是不是 我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就你如果今天在你的肚臍上挖挖挖挖 你是可以挖進你的肚子裡面去的 因為你知道肚臍 好順便講一下這個字 就是我們的生出來的時候的臍帶 跟媽媽連在一起的玩意兒有沒有 那個叫做Umbilical cord 所以說肚臍事實上是可以一路進到肚子裡去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老人家常說 小心肚臍不要受到風寒什麼之類的 因為不小心東西進去你就會拉肚子或什麼的 所以我們的肚臍是要好好保護的 但是外國人認為這要洗這樣子 fine ok 好所以要洗 All right so it gets gross Wash your belly button 他說了 那再來接下來要洗的部分就是耳朵 So then she then gives her followers an earful on the next body part 你看這他就很喜歡用一些 就要洗耳朵他就給你一個 earful So if you give an earful on something 就是好好對你說教一番的概念 Ok so I give you an earful 我要對你好好說教一番這樣 所以他定而不惜的就是耳朵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用 ear來就強調這件事情 那他說的是尤其就是 其實我很小時候就知道這件事情 就外國人在嫌棄外國的小朋友男生很髒 最髒的地方就是耳朵後面 Ok so behind this little area here the back 以及耳垂的lobe 所以耳垂這個字叫做earlobe Ok earlobe L-O-B-E 好 好所以耳朵 那沒問題 So I want you to specifically wash that area 就耳朵後面了 那如果說你不洗 然後摩擦一下 摩一摸 然後聞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很噁心 I'm not gonna do that 那我是不會的 因為我是有洗的 那你有沒有洗耳朵呢 自己問你自己 ok so you haven't washed it recently 要是你這麼做 我以為很噁心的話 那就是最近沒洗 那不ok Alright 所以耳朵耳垂 那另外多講一個 這個我常 我也算蠻常說的 就發音上的小 tricky的部分 就你知道耳朵叫ear 那他跟我們剛才過完年嘛 那過年 講過年怪怪的 我們剛才這個跨完年 因為我們講 我們中文講過年似乎都在講 農曆新年才叫過年 跨年可能就是犀利的12月31號 我們剛才跨完年 那年叫做year 好所以對比較新的觀眾來說 可能說給你聽這兩個字的分別就是 前面這裡有y 那這個y事實上它只是半母音 它不是完全的母音 所以一年呢 是a year還是an year呢 答案是前面這一個 是a year 因為它不是真正的母音 所以不會用an 不是an 當做一個單位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是講一隻耳朵的話 那的確就是an year 所以再強調是它的重點 耳朵是真正的母音 而且是從喉嚨發出來的那種母音 所以耳朵的發音是ear 那年呢是year 有那個y的感覺 它不是直接喉嚨那個 的音出來這樣子 所以再強調是year 耳朵 year 年 OK 所以一隻耳朵an year 一年 a year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順有沒有 a year 全部都是用一個比較濁的呃的發音出來 那耳朵的話就是n 因為n也是一個非常直接喉嚨的 那一個呃的這樣子音 那n結尾之後 再加一個ear的直接的喉音 就是很順 an year ok 好夠了啦這樣子 來再往下看 下一個他他他他就 你看他注意寫入這個方式 那肚臍 naval warfare 然後ear 給你一個ear fall 那接下來手指頭 手指甲洗的不乾淨 所以他就去point her finger at people for not properly washing their nails 所以用手指頭指你 so if you point your finger at somebody 有一點就是在說你指責誰幹嘛 所以他就指責大家手指甲沒洗乾淨 ok she point her finger at people for not properly washing their nails 所以nail是手指甲 那ok啦 所以下一個是指甲 好 然後再往下 接著他說的是 the fourth thing 第四個他忍受不了的 that she can't stand is when people don't wash their legs 第四個他無法忍受的 就是人家不洗腿 不洗腿 特別是腿不是腳 那很有趣的 又是跟剛剛一樣 他無法stand 那你要怎麼stand 你要stand在你的腿 you stand on your legs 所以又是一個玩這個文字遊戲 so the fourth thing that she simply can't stand is when people don't wash their legs 不洗腳 不洗腿 我常講的 剛剛不想講的不洗腳 不行 因為腳是foot feet legs是腿這樣子 他就說你不可以只讓肥皂流下去 所以因為你在洗澡的時候洗洗可能肥皂流下去 你就會覺得你的腿洗過了 我還真聽過一個是youtuber還是誰的一個說法 他說他從來不洗他的腳掌腳底 因為他認為在洗澡的時候 那個肥皂水流下去 那就是有洗對 洗到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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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去擦他 因為你知道腳上要腳皮對不對 事實上那都是要把它scrub掉才行的 你至少要拿肥皂搓一搓 用手搓一搓他 所以只讓肥皂流過去 然後你站在shower裡面 那是沒有用的 那等於沒洗到 因為香港腳 好anyway 所以他這裡的確有說 I'm not talking about letting that soap run down your legs in the shower I'm talking about washing 所以強調就是要洗 而不是讓肥皂這樣流過去就算了 好 那最後 OK 那你剛剛都講 stand跟leg 那最後一個講的是腳趾頭 腳趾頭他怎麼玩呢 the final way people can put their best foot forward in embracing cleanliness is by washing their toes 好 所以最後一個方法 人們能夠put their best foot forward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片語 什麼叫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事實上這個 在我們學英文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 如果你對國中的英文還很有印象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裡用best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反正教基礎一點 你英文的時候會說 如果今天你有兩個東西 那兩個東西之中 比較好的那一個 他就叫做the better one 你不會說他是the best one 因為the best會感覺是三個以上 才會有一個 那個真正的排名 對不對 那兩個去排的話就只有 好一點的跟沒有那麼好一點的 OK the better one 比較好的那一個 所以有一個沒那麼好 有另外一個比較好 那三個裡面就比較不是 比較好的概念 比較不是比較好的概念 那三個裡面就有最好的的概念 兩個中沒有最好 三個以上才有 這是一個國中會教的基礎概念 可是這裡就有點推翻那個感覺 因為人只有兩隻腳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成雙的有沒有 手指頭不算的話 right 手臂兩個 right 眼睛兩個 我們身體基本是symmetrical 就是左右對應這樣子 所以什麼叫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你感覺好像你有超過三隻腳 才會用best foot 對不對 可是這個片語就是這樣子 你把你最好的那隻腳踏出去 往前放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英文翻譯起來就叫做全力以赴 so if you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you are trying as hard as you can 這就是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that's it OK that's it 所以要洗你的腳趾頭 特別是他還強調指縫中要洗乾淨 so get in between those toes 腳趾頭get in between them 在他們之間 指縫要洗乾淨這樣子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preventing infections of many sorts 你要避免各種的感染 腳趾頭洗乾淨 好 fine 那還有最後一個片語 我們要再把它講完 所以有一些他的follower覺得 哇這個內容真棒 而有一些呢 則覺得不喜歡 像我剛剛肚臍的部分 我就會覺得我還是不會洗的 我們服從老人家的 傳下來給我們的話 肚臍不要隨便挖這樣 你會肚子痛 所以這邊他說 Some of her followers appreciated her for getting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about cleanliness 所以有一些他的follower就感激他 來幹嘛呢 getting down getting down and dirty 剛才說過 這另外一個片語 getting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所以這裡有一個片語叫nitty gritty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在line上有參加一個英文討論版 討論的一個聊天室 人非常多 好像是其中一個補習班 台北的一個補習班在run的 那裡面不准打廣告 不准這樣 可是很多人問英文的問題 那我只要有空 我時不時可能會上去幫忙回答一下 就是算是做一些社會福利吧 就是回答一些問題 那正好就有人問到這個nitty gritty 前幾天聊天的時候看到 所以現在順便講一下一下 所以所謂的nitty gritty 就是細節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r practical details of a subject or situation 所以一個主題或者一個處境中 最重要的一些層面 或者最實際的一些細節 最實用實際的一些細節 就叫做nitty gritty 通常我們用的動詞片語就是 you will get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OK 好 所以把它學起來 OK 那下面人就說 我以為我們都是大人 這誰不喜 所以他的回答是 who doesn't wash these parts I thought that we were all grown here 什麼叫we were all grown grown的 grow的過去分詞grown 對不對 也就是我們都是大人 我們都長大 所以grown up這個詞 就有大人的意思 so we are all grownups 那他的複数是放在up的後面的 所以我把這句寫起來 we are all grownups 所以grown ups up就要加複数 就是人的複数 所以我們都是大人了 我們是大人們 we are all grownups OK 那還有一個 在很多年前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對這個片語覺得是 這什麼鬼片語 可是現在我已經看到他 廣為被社會接受 OK 就是例如說 我是一個成熟的男人 我是一個成年男子了 你當然可以說I'm a man I am a man 不就好了嗎 No 我們講的這種比較街頭上的 一種英文的話 I am a grown man 當然也沒問題 你看剛上面的grown up 不就有grown了嗎 所以我如果說I'm a grown man 其實非常OK的 接下來就是一個 這我說的街頭上的一個版本 I'm a grown ass man 這個片語 grown ass 一出來的時候 我是聽到大家是笑的 你加個ass 是很好笑 幹什麼 可是這個片語已經非常廣泛流行 社會就把它吞下去 然後大家就開始使用 尤其黑人 所以If you are a grown ass woman If you're a grown ass man You're a grown woman You're a grown man That's it OK 你是個成熟 成人 這樣子 我就覺得不一定有成熟在裡面 就是長到已經是成人的階段 就是了 So you're a grown ass man 好 我現在覺得還是 我還是覺得這個詞有點好笑 可是 還是要告訴同學 就是這已經是社會上廣為 接受的一個詞 你就把它吞下去 OK 好 講到這裡可以了 所以是拿5個part才記得嗎 肚臍 耳朵 手指甲 腳 跟腿 就這5個 不應該講腳跟腿 腳趾頭 跟你的legs 你的腿這樣子 有沒有洗乾淨 我們加油吧 肚臍我是不會碰的 again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